中国放开后,美国的行为颇为诡异 在动态清零策略严格执行期间 美国政商界一致未必利用中国开放 如高盛频频发布报告 称中国开放将刺激经济增长多少多少 不放开经济会下降多少点 且在华美欧商会 各种场合对中国各级官员施压 清零太影响中国对外交流 不放开将不得不迁移产业 可中国放开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美国带头关闭使馆取消签证 事实上对中国关闭了交往的大门 更怪异的是,美国有最高安全决策机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持 严密监控中国疫情发展 要支援中国防疫 送西药西苗 放风监控中国可能出现新变种 事出反常必有妖 美国人到底在玩什么呢? 我们怀着美好期望 希望这个世界和平美好 大家好好过日子 可事实无常 不如意十之八九 在我们期待和平美好 好好过日子的时候 邪恶势力算计则是如何戒乱发财 戒乱延续腐朽帝国同志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中国全体在应对病毒挑战的同时 必须以格外警惕的心 审视来自美帝的恶意 下面从时代逻辑 能力逻辑和历史逻辑等三个方面 阐释美国阴险图谋 不少伙伴包括个人自己 因此忧心忡忡 不过看到近两日中国行动 对风暴之后的彩虹 充满了信心 暴雨之后见彩虹 翻遍中外历史 你会发现 每个强大帝国崩溃前 都有共同点 天降一端 摇涅横生 社会财富加速 向极少人集中 社会出现种种不可理于乱象 天降一端 比如不管是特朗普时期 还是拜登时期 白宫都被雷劈 特朗普时期是美国最大国际被撕碎 拜登的白宫 则被雷劈死几个人 杨涅横生 去围观一下 美国能源部副部长的风资 再瞅瞅纳卫 一天兵都没当过 却被拜登加封为 四星海军上将的助理卫生部长 财富集中 因为看到巴菲特 减持比亚迪 直觉美国要搞鬼 回宿华为被打压前 巴菲特对苹果投资 除了发现彼此关联信息万 还发现巴菲特基金 一家基金 五年前就套现拿走了苹果 一年利润还多 不可理喻乱象 近日美国洛杉矶 这个富裕城市 其市长竟然因为流浪人口过多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费城则因为吸毒人口过多 在中期选举中 被拉丁美中媒体 曝光如同 丧失围城 以及大烟管合法化 自认女性的男性 可以进入女侧 美国拥有高达97种性别等等 可大家必须知道 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崩溃前夕 往往都是最疯狂 最不可理喻的时期 这是中国对美国动向 不能以常理衡量的时代逻辑 古今中外阐述博弈斗争 取胜之规律 无外乎四个字 扬长臂端 在自己优势领域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作战地点 时机 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战果 美国最优势的能力是什么 是庞大的核武库吗 是看上去武力最强大的美军吗 还是布林肯平平作妖的 庞大NGO 美元 核武库 俄罗斯有与美国近乎相等的核弹头和投送载具 都可毁灭地球数次 美国哪怕有一定优势 在互相确保摧毁的情况下 也不过制衡道具 武力强大美军 如果说是20年前美军 或许还撑得上 可你看2016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军方都打破美国传统 大量将军直接战队表态 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 政治决策层与军方决策层 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严重脱节 以及无法成功审计的五角大楼等等 不难看出 腐朽贪婪的美国社会 不可能再有纯粹的美军 军头凌厉 内部腐败 事故频出 价格离谱的采购 你要说这样的军队依然强大 我也只能呵呵了 就在这段时间 美军刷了一架B-2还不够 又刷了一架F-35 海军则与五角大楼的矛盾公开化 作样NGO 以前这玩意儿的确渗透骇人与无形 成本低 围还大 可你看搞颜色革命暴乱起家的布林肯 执掌NED以来的几场行动 基本上都是雷声大 雨点小 忙了一个寂寞 如2022年初 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 美帝信息作战中心指挥 一帮颜色暴乱专家参与的政变 声势浩大 前内有位高权重带路党参与 可依然很快被平息 如在中国 不管是成都49中 还是这次举白纸 都有大量火眼晶晶群众 识别曝光大量敌对势力 自发的组织 局势滑入失控 深究能力不行了吗 飞野 他们的套路还是那个套路 技术手段还是那个技术手段 网络舆论操控能力 还是那个能力 之所以不断失败 两个原因 一深究本身力量 来源于其价值观 可其国内越发浮酒的趋势 再也支撑不起那张虚伪的面具 而是被其祸害的国家的反面教材 因此 一个双标的NGO 不管其经费再如何增加 再如何翻新技术手段和话术 在其国内腐败滑入深渊的时候 也扯下了他们所有虚伪的面纱 比如白头盔变得臭名昭著 比如12月17日被俄罗斯发言人扎哈罗瓦 以美国最大石油管道漏油事件 点名的一堆环保NGO 虽然美国豢养的庞大NGO 依然会在世界各地作妖 但其腐朽的内部 注定其已无法再向过往开疆拓土 反而 美国人要开始为自己做的恶 付出被反噬的代价 美元交易份额连连下降 在俄乌冲突之后 卢布其义带动大量国家绕开美元 直接本币互换交易 美元的霸权事实已经摇摇欲坠 2023财年 美国参众养院批准的国防预算 创造新纪录 高达8580亿美元 其中生物安全费用高达887亿美元 比核安全费用747亿 还要多出100多亿 事实上 这是美国单项能力领域最大投资 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如此 而是在21世纪初 由博尔顿起草新国家安全策略后 美国一直奉行的美国国策 大力发展生物进攻与防御能力 大家都知道军工复合体这个概念 众多专家也常说 军工复合体祸害世界 可很少有专家比较分析的是 实际上每年美国医药卫生开支 使军费开支的4倍多 一年数千亿美元的开支 打造了一个祸害世界的军工复合体 你说一个每年数万亿之处的领域 又会打造出一个怎样祸害全球的怪物 医药医疗复合体 才是美国事实上全是最为雄厚的利益集团 因为他们的力量 事关美国每一位的生劳病死 巨大的投入和巨大的收益 让美国拥有了远朝其他国家实体 甚至其他国家集团的生物医药和生物安全能力 比如最高安全等级P4级 P3级的生化实验室 美国占有全球一半以上比例 美国是唯一一个全球部署生物实验室的国家 可满世界搜集各类生物基因病毒 公开的已经有336个 又比如美国创新药数量 占世界近一半 也正是美国打破世界人类医药伦理朴素传统 出台了邪恶理论 能把病治愈的药在商业上不可持续 不是好药 这是中国对美国动向 不能以常理衡量的能力逻辑 美国国家的行为 均有其历史文化传统 比如中国 古老的耕作文明 让中国形成了守望相助 倡导团结集体主义 以何为贵的文化传统 因此对外常常怀着比较善良理性的态度 自古以来也常常出现 宁可苦自己也要善待他人的做法 美国呢 之前曾分析 这个国家几乎就有一个靠病毒成立成长发达的国家 因此其对内对外行动中 与中国机会独物不同 他们其实十分青睐病毒 比如美国立国 靠天花病毒大量灭绝印第安人 给他们腾出了大量无助土地 比如美国第一次发家 法国便宜卖给他的路易斯安娜是关键 而拿破仑之所以便宜卖 就是因为在海地 狂热病毒导致大军失败 比如美国第二次发家 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士兵带去了流感病毒是重要因素之一 比如新世纪2003年 中国爆发飞碘 美国肆无忌惮地发动伊拉克战争 比如2009年爆发于美国的株流感 巧合的欧洲才是重灾区 导致美国率先从2008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 让美国经济总量反过来再次超过欧盟 这是中国对美国动向 不能以常理衡量的历史逻辑 因此在中国如同美国期待那样放开后 美国反常的关闭使馆停止签证 公开权力监控所谓中国新变种 由国家安全最高指挥机构 国安委统筹应对等反常现象 中国绝不能等闲逝之 应该结合2019到2020年 美国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的反常表现 对应起来一起分析 比如在2019年 美国国安委曾经牵头组织19个部门 12个州直接参与 时间跨度长达7个月的新型冠状病毒 全球大流行演习 赤色传染 这次美国人再次安排国安委统筹 我们的怀疑 美国是否组织新的生化战争 比如美国官员从福奇到新任白宫冠病 应对协调员吉哈 不断强调中国出现所谓新变种 我们得怀疑 是不是美国准备趁中国放开释放新变种 要知道在10月份 美国曾公开在生化实验室 合成过高传染高毒性新毒株 比如美国关闭使馆暂停签证的做法 就于2020年初 美国对武汉的反应入出一辙 我们得怀疑 美国是否如同武汉一系列反应一样 借机掀起污蔑中国政策错误 抹黑中国为疫区 索赔中国等系列进攻 上述想必是不少伙伴 对放开后后续演变的担忧之一 如果国家没有什么制衡措施 那么中国或许会陷入极端被动局面 中国和平崛起进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或许都会被打断较长一段时间 不过这两日连续传来的消息 证明大国有高人 已经提前布局 止衡反制 12月14日 中国驻法国大使 在接受法国记者公开访谈中 直言不讳地表达了 对美军德特里克堡的怀疑 直言不讳地表达了 对武汉军运会上 美国军人异常表现的怀疑 这在过往的外交历史中 是极其少见的 如果不是掌握了较为充足的证据事实 以我们中国相对内敛的办事作风 一般不会这样做 这显然是对美国 可能再次谋划生物战图谋的 一次直接打击 当地时间12月16日 在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日内瓦第九次审议大会上 在美国独家阻挠20年后 中国推动大会达成最后文件 决定加强公约有效性 成立专门工作组 就核查国家旅约情况 开展实质性工作 美国在阻挠核查生化实验室 将面临更大过激压力 这显然也是一种防范美国作恶 再次发动生物战的先发之人打击 由此我们不能看出 这次放开 中国不是没有防范敌对势力的可能作恶 而是早有准备早有措施 善战者无何何之功 奥米克戎不管是目前南方毒株 BA5 还是北方毒株 BF7 以及名字吓人的地狱犬 BQE系列 虽然高传染性 让我们每个人可能不得不都接受考验 可内外数据证实 其毒性降低是客观事实 国家已经在行动 我们也不必再彷徨犹豫 或许在这次迎战过程中 不少伙伴要面临不少悲欢离合的考验 可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正如一个人一生 注定要迈过无数的坎一样 国家从崛起到复兴 也注定不是敲锣打鼓 而是顽强斗争 逆流而上奋斗出来的 帝国衰落 大争之势 大国崛起 注定我们这一代人 必须面对艰难困苦 甚至血与火的考验 这个时候 唯有坚定必胜信念 团结一致 坚定地和国家站在一起 多做准备 从容冷静乐观面对 拒绝焦虑 不给敌对势力分化瓦解和收割的机会 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不经风雨 怎么见彩虹 相信每一位伙伴 都能在这场时代的大考中 成为伟大历史的见证者 创造者